记者曾来强嘉义报道,今年台风不多,冬雨偏少,新竹县,新竹市,苗栗县水情从本月27日起改为一阶段现水的黄灯,使时减压供水,苗栗地区更规划明年1、2月半春季休耕,以因应缺水危机,供应嘉义,台南地区农业灌溉用水的增稳,乌山头水库水情也日益严峻,增稳水库蓄水率更快跌破五成, 嘉南农田水利会人决定嘉南灌区一起到座在明年元月29日公灌期间会加强灌溉管理,节约用水 嘉南农田水利会嘉义区管理处主任李英华说,嘉南灌区一起到座18,100多公顷,公灌至明年5月底,春季甘蔗杂座灌溉则自明年2月26日起公灌期间会有涨水工加强熏水路, 调配用水,若水情持续严峻可能缩短公灌时间 增稳水库目前水位标高213公尺,有效蓄水量2亿4千多万公顿,蓄水率5成1,乌山头水库蓄水量5925万公顿,蓄水率7成5,二座水库总蓄水量3亿公顿,经济部水利数南区水资源局副局长简正元说,当前水情是2009年莫拉克风灾后同期最差, 至于供应大家亿地区民生工业用水的人一谈,蓝潭水库目前蓄水量分别为1772万605万公顿,蓄水率7成6成5,目前供水无余,水情灯号维持正常的蓝灯,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五区管理处,副处长合成已呼吁民众节约用水,减少浪费水资源。 !